老花姨美丽达回答一下臭宝门的养花问题 第一个花友发来的是个月季 他月季上面这样的红斑是什么呀 找一圈没找到相似的 不太像绣柄也不太像缺素 然后第一张照片发过来这个样 花友你这观察也太细心了 要不咱整个显微镜试试 你看第二张图片 你这长得好好的很哇塞 马上又要开花了 他老叶个把的黄的不很正常吗 你们也太那个啥了 太那个纠结了 一花没有很完美的东西 它黄的叶子很正常 你这整体来说 叶皮下很犹豫还开着花 怀疑你是凡尔帅 这还叫问题吗 然后11月份又入手了两颗微月 刚入手的时候 生了一堆病 这个什么晚上也会零下 也没搬进室内 一直放到阳台 没事没事 冻不死 你像您别说您这个 我们在现在山东 室外露天都是盆栽 包括那些圆椎绣球 都在那边 那只大县都是这样 你看着都跟死了一样 其实都休眠了 您这个挺好 不用办不用办 没事 只要在零下5度以上 一点问题都没有 妥妥的 现在花友 老花一请教个问题 我在某宝上买的粉色的风素 养了两个月 别说粉风了 连个风素都不是 实在也不认识 有没有必要养下去 养着玩呗 养着玩呗 是吧 你这还有啥要想的呀 有必要养下去啊 是吧 你像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是吧 像七彩枝子花 前段时间有花友跟我说 有个卖七彩枝子花的 只是吃真的吗 这个东西 你玩啊 玩啊 在自己经济消费范围之内就行 这毕竟也是调生命啊 养着玩吧 没事啊 别管它粉风 红风 绿了风的 他老花一有平安树阳台 小灰飞几天叶子快秃了 盆土另外一堆就是关于这个平安树的这个问题 首先第一点呢 这位花友用的这个土呢 就是典型的那种炒炭土啊 呃 这种炒炭土呢 一般都是 呃 没有完全发酵复仇的 而且呢 对于这个植物养花来说呢 不怎么爱生根 您可以看到您这个整体来说 这个盆土啊 是吧 显得就是特别的黑 我不用看上面 我就知道下面特别的黑 带来很多的一些病菌 导致上面呢 时间长了以后闷根 上面也跟着带一些病菌啊 你像一些净腐病啊 乱七八糟一堆病 是吧 这主要是因为盆土的这个排水透气太差了 别的没有什么大问题 如果说 现在呃 要处理的话呢 就是把表面的土先挖出来 露出来表面的根系为止 先等它缓一日 等到明年春天的时候呢 咱们再去换土修剪啊 好吧 现在这个季节呢 就是得过且过狗眼残喘 没办法 哎 跟华尔们说过多少次 有我一说我们家土好吧 有华尔说你卖土的 你这来那来的 你你试试啊 一共我说 是吧 没餐好的 这一二十块钱一包土 你 你又想省钱 你还养不好 还得你在 你现在这种情况 你再重新再换一遍土 哗哗 换换没了 再换一遍土 钱还得再换一遍 你还得再买药 你说你 老花叶 双十一买的制作法 买回来满根 缓苗以后 换盆 就是干了 焦 现在不长根 你这个还是有点缺光啊 现在还是有点缺光 而且什么呢 现在 你可以换个大一点的盆 加一些土了 啊 你像咱们这个盆 还是有一点点小 另外的话 温度啊 温度跟光照 好吧 你像晚上的时候 8到10度的时候呢 基本上就处于一个半休眠状态了 所以说长得很慢 尽量的呢 就是你实在不行 就套个塑料袋 自己做个模拟的那种小温棚啊 让它长得更哇塞一些啊 为温度起见哈 15度以下是停止生长的 现在长势变慢很正常 好了 总结一下 今天的这个问题啊 就是 有的花耳呢 你太过于细心 你恨不得一个叶子上面 你得找个什么 有偶尔的一个叶子不好 咱就剪掉 就跟头发一样 谁还不摆两根 你看我摆那些 我也没愁的 是吧 越愁白越多 还有一个呢 就是花耳门在养花的时候呢 尽量的不要去穷算你 你一不到位了 你就弄点好的 毕竟自己养花技术不到位 多花点钱 它赏心 是吧 呃 你也不一定是非得认准我的品牌 你可以买一些比较好的 口碑质量比较硬的一些产品 对吧 啊 再有一个呢 就是花耳门呢 你看这个温度啊 15度以下 大部分植物长势编慢 水也很正常 好了 今天养花问题就到这儿 绝不错 就点个赞 我老花一 养花这等一 咱们现在再见 我们见门 白了